MING PAO TORONTO 哈囉 我是Annie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張 其實製作的方法很簡單 只是它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在縫製的上面 首先準備的是一張對摺 然後畫出來的愛心版型 再來是厚度55磅 放透明度還不錯的描圖紙 準備的線是我手邊剛好有的繡線 你可以用任何線代替 那如果你是用一般的縫線的話 建議會用雙線增加它的厚度 會比較適合 從愛心的一側開始縫製0.3-0.5公分間距的回真縫 建議不要太寬 不然那個亮片或是材質很容易搖一搖 然後就掉出來了 縫鬥剩下愛心的開口大約5-7公分左右 準備的這個愛心材質呢 是用在大創買的這個愛心打動器 然後在色紙 彩色的色紙上面 打出不同顏色的小愛心 還有一些準備好的亮片 然後將這些準備好的材質 然後從愛心的缺口倒入 接下來再將愛心的缺口縫滿 這段看起來很好看 如果你還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幫影片按讚 然後訂閱頻道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手作DIY還有卡片教學 那這樣你每個禮拜就會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那就這樣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囉 Bye